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了 好久不见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嘉嘉 那我们新年的孔氏直播 要开始喔 我是孔氏哥 我是孔氏大哥 來 妹妹 孔氏色 开始囉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色 这个是 就是比较挑人的 我跟你说 我的嘴巴好痛啊 好好看喔 这支颜色好好看喔 哇 这支颜色真的太好看了 这支颜色不火 针对天雷南绒 好美喔 刚才都讲 买它 不进中国 不能说Oh my god 要说什么 要说 我弟娘啊 这个线上有货吗 我说了一句话就全部断了 这支颜色我不让它群求断货 我不叫李嘉琪 这支颜色为什么没有火 因为你没有推荐 加好了 一万瓶 八千瓶 五千七百瓶 三千七百瓶 五千 没了 来 帮我们 可以加货吗 来 我们全部加 可以 来 我们全部加给大家 你们刚刚没有觉得 那个可以那两个字的声音 会有一点点神秘加 有点点熟悉吗 等下我们再听一下 那个可以的声音好不好 等下我们 他说可以的时候 我们声音就是小一点点 对 鲁玉姐好 哇 怎么样 你睡醒了没 醒了 不是说你都增肥了吗 还是很瘦啊 我是真的不太能够长胖的体质 不是说你都跟私教在那个练的 对 以前长胖了很多 我以前只有107斤 已经长胖了20多斤了 哇 你每天出门 就是这样把窗帘拉得奄奄的 对 因为不能被晒 如果变黑了的话 可能美白产品 就不太能够卖得动 试一下 这个我跟你们来说一下 6%的燕仙胺 它的美白速度 还是算快的了 第二个 质地很清爽 不会过于油腻 它里面是 纯度接近百分之百 来来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怎么摆的嘛 好不好 我跟大家说一下 有很多人想 我知道我怎么摆的 第一个 我觉得美白 一定要干嘛 一出门 尽量不要涌望 对 你早上有一个热搜 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了 就是说以后 别的商家 是不可以用你的这个声音的 对 因为你知道我很害怕 就是很多的商家 他们现在就恶意用我的声音 就是我直播的时候 他把我直播那句话 比如说 这都是超好的 Oh my God 买它 这种话把它解下来 不录我的照片 因为录我的照片 我就可以告他 但录我的声音 然后配着他那个图片 然后放在一个 比如说微信端 或者是短视频端 然后他们就会以为 这是李佳琪推荐的 所以我要去买它 但是那不出我推荐的 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 申请下来 那你恐怕是第一个 把自己口头禅 是 给去作为一个商标 或者一个保护器 因为我们也咨询了 很多很多的律师 对 包括知识产权 因为现在关注我们的 越来越多了 然后知道我们的 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就责任性 比较更大一点点 就希望大家确实 其实通过李佳琪这边 出去的东西都是 希望是正能量的 或者是买东西 都是很适合自己的 之前我听说 要跟你来拍 佳琪的一天的时候 我说 我到底怎么要呈现 我的一天呢 好像 就是比较刻意去呈现 不用 对啊 就是我们该怎么工作 然后你就跟着我 工作一天的感觉 我还挺好奇的 因为我完全不了解 是 很多人其实都很好奇 你今天还会参加 我们的选品会 对 今天下午有一个零食选品会 你等一下可以吃很多 好吃的东西 你觉得这个工作幸福吗 碰到自己很爱吃的是很幸福 我们等一下先跟你去开几个会是吧 是 每天有无数个品牌会 就是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我一去公司 一进去 到今天凌晨一两点 可能就是 不会有空下来的时间 这边就是我们公司 就这一栋 美湾是吧 对 那你现在美湾的那个title叫什么 title叫合伙人 所以我们公司也会有很多人投资 对 我还是专心做好我的工作 做好我的直播 欢迎来到 谢谢美湾 美湾 你热不热要不要喝点水 我不热 还是说直接开始逛 可以直接逛啊 我还蛮好奇 你们里面很大 这边是小的办公室 他们现在已经有在开会 因为有很多品牌方都会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我们招商的选品团队 这也是比较核心的一个团队 这是我们的就是仓库 我家里还有一个比这个 可能要更大更多的东西的仓库 这种仓库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真的 有些品牌他们的东西拿过来 然后在选品或者等待选品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会帮它整理出来 就这种像那种有那种超市的感觉 然后卖很居家的产品特别好 对 然后可以跟他这边 等一下下午你就会跟他们一起参加选品 他们 就商家把所有的产品给他们 给他们 然后每个人会负责对接的人 他们会负责第一关 然后报给你 然后报到不是报给我 是报到我们的选品小组 然后选品小组就开始选品 就是比如说我在参加活动 或者我在拍摄的时候 他们会来一轮初选选品 然后选到了大概 比如说pass掉50% 或者是删掉一轮之后 最终的20% 30% 然后再来我 我们最后一关 然后最终给你的时候 给你留多少比例 就是你可以再删除多少 我可以随便 一票全部投资都可以 就很像我们报选题的那个过程 是 是 而这边会有一些客服 客服部门的同事在这边 都是很年轻的 我们公司的同事都很年轻 但你也很年轻 对 这边可能有点难过 就开始能看到有快递的感觉了 是 你看就是巨多快递 那有女生说来我们公司工作 特别幸福 因为每天可以开 我不是过快递 开到后面他们就不想要开快递了 然后这边是我们店铺的直播间 就是他们现在应该站在播直播 对 他们现在在播直播 就店铺直播 店铺直播 店铺直播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有一个店铺叫做 佳琪群群人选店铺 对的 就帮我们的就是粉丝拿到最低福利的店铺 他们已经有同事在那边做直播 然后这边也是仓库 仓库 天呐 会把东西会说得比较整齐 这是吃的东西 对 这边是零食物 要过期了怎么办呢 我们一个星期会 敦发一次给同事 处于员工福利 然后这边也有品牌方在开会 他们都会开始对这些东西 要开一些选题的会议等等 所以很多的品牌方希望能够搭上你这辆车 我们关于蕉兰黄金组合CP的一个重要的会议 今天因为这个产品呢 我们希望在中国能够打造成最有效 并且是修复能力最强的一个高端美妆的单品 同步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直根于去做一个工艺的项目 因为这源自于我们的帝皇分子系列 它本身主要的成分是来自于乌埃上岛的黑蜂 解体的蜂蜜和蜂黄浆 可以激活我们人体内的一个修护的功能 这个是产品本身 那在中国我们在做整个产品campaign的时候呢 就是和我们山水基金一起合作 去保护中国陕西蜜蜂这样的一个工艺的项目 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不只是有可爱的农的动物 实际上蜜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华蜜蜂在中国和中国的植物多样性上是相互依存 并且协同性化的 实际上从20世纪开始 中国大量的引入西方蜜蜂 但它并不能够替代中华蜜蜂原先的那些生态功能 所以在这一块的故事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跟佳琪有更好的一个合作的点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地球需要蜜蜂 好的 那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吧 是基于超频的活动节点 然后做了这样的一个就宣发性的内容嘛 然后也是为了保护蜜蜂 那第一个我的疑问是 法国教练用的是法国外上岛的黑蜂的精华在这里面 那是我们做的是中国的中华蜂的一个保护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我该怎么样把这两个蜜蜂 不同品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我在帮一个国外的品牌做销量的时候 然后又说的是保护中国的一个蜜蜂 就这个点可能会让一些人误会 第二个就是我会觉得说 那我们做工艺的时候不仅是说 娇蓝品牌跟佳琪做工艺 我觉得是娇蓝品牌佳琪再加上 买我们娇蓝的顾客群一起去做这个工艺 那要怎么样让顾客一起可以参与到工艺当中来 那比如说我刚刚突发奇想就是 那我们要怎么样让顾客觉得他们也参与其中了 因为刚刚他直接来就送了我这个娃娃嘛 我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我们在超频日的活动的时候 比如说买就是这两只精华一起下单的时候 我们可以送一个专属于这个项目的定制的一个密封的 徽章 钥匙扣 耳钉都可以 而且每个钥匙扣上面有个编码 那我们这次只有2万套 所以有2万个编码 就2万个消费者其实都参与到了捐赠当中 好问题 是不是 对对是 这个在我们执行层面确实是我们都讨论过一圈 那我们后面再去聊我们该怎么这样做出来 好的 就是我们只是开脑动想来不这样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后面去设计 可以 要把它做得很好 你今天做了两个判断 我当时觉得你做的判断非常快 而且我觉得是比较准的 就讲到那黑风和中国蜜蜂 我觉得就有点怪 因为你卖的是黑风 但是要保护的中国蜜蜂 中间再把它连接起来 你这个点找的是对 我觉得这是问题最关键的那个地方 然后你说怎么样做一个是钥匙链还是耳环 就那几个点我觉得特别好 但很快 我会有很多东西在脑袋里 也就是我每天在直播的时候学到的东西 会在脑袋里面 而且我觉得怎么样可以联系得起来 我会给他们很多的建议 其实这个就是我一闪而过的一个想法 如果你再给我十分钟 或再给我半个小时 我可能会想得更完整 是 所以我只是告诉他们用这样的方式 你们可以把两个蜜蜂连接起来 那我们可以在后面 私底下我们的团队还会在后面跟他们去探讨 所有的完整的内容 跟可能我们最后呈现的不是两个耳环 也不是两个钥匙扣 可能会用另外一种的方式 但是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后面 是这个会议上面呈现不出来的东西 对 这是有一点 我当现场会有一点觉得 我会替你紧张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你不容易就是 在现场你要做所有的决定 然后你的决定 一旦你表述出来 你的团队 包括那些品牌方 都是会点头 会认可 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会每次在提出这个决定之前 我会无比的 我觉得责任重大 因为你知道每个人到你这来 就是抱着无限的希望 我发现他真的很有那种商业的才华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天生 就你有那种敏感 但因为他做这个行业很久了 他很熟悉美妆 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 天然的经商的才华跟能力 做他们这样的主播 其实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 哈喽 你好 你们好 好 就你说那个不是国货美妆 这个品牌两年 现在就是 应该所有的女生都知道这个品牌 因为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我一直在帮他们把握所有东西 就是没有任何酬劳的情况下 因为如果真的是个好的国货品牌 大家都会愿意 对的 真的会愿意 所以我跟他们提的所有件事都很直接的 就是特别直接 我说话特别很对他们的感觉 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介绍 整个花锡子品牌年度这个升级项目 那今年我们在考虑方案的时候 我们也在想 那今年我们去复刻什么样的东方艺术 东方IP去呈现的产品呢 这就有了今天的这个提案 那第一个很重要 叫我们今年使用的IP就叫同心锁 佳琪手黄拿的这款是我们今年度自己做的一个丝膜 也就是目前市面上只有花锡子一家有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手本 我们的极细眉笔 因为眉笔也是花锡子很出名的一个产品 它就做了一个荷叶的这样的一个笔头 还有一个也是用这个意念 就是我们的芋绒气垫 也是用的这个荷叶水滴的感觉 先说口红 一般的谈按压口红的话 它的底部可能会比上面要宽一点点 是不是比较好握 比较有手感 你这样单纯拿一只口红出来 就是没有这个之后 它会觉得有点点单调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颜色 其实锁的颜色是很旧的颜色 我不需要你用这么多的银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锁有点太新了 然后我觉得这颗珠子 你要做这个流速的话 就把这个珠子给我再做深色一点 不要透 因为一透就廉价 那我们再多做几个版本 然后再看一下 然后这个 因为是就是工厂模具 第一个问题就是 刚刚我就是一直在这样做的 会松 就是我希望它是卡 有那种声音在里面 有的有的 我们大货是会有的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这个镜子 因为这个壳很大嘛 然后这个镜子看上去 都会觉得有点太小在里面 然后第三个就是粉扑 我觉得这个粉扑有点可怕 我还是希望用浅色粉扑吧 你觉得呢 这个粉扑 有道理 要腻不干净 我橘关没办法判断 因为我们有很多消费者 反馈就是说 我们原来那个白色的那个粉扑 就是因为我们的蜜粉也是浅色的 然后它取粉取不到 看不到它取了多少量 取了好多 它就感觉好像还是没有粉 所以我们就是 肉可不可以换成肉粉色 就跟你这个外面这个轮廓 是一样的颜色的粉扑 就这个颜色我会觉得 就是你知道有点像 就鞋子的布料 就是我会觉得它很可怕 然后它又是金色的边 我不会想要用它上脸 而且你知道就是女生化妆的时候 在别面展示化妆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个拿出来有点点 就是用手东西在脸上 对做肉色吧 做肉色做轻一点点 干净一点点 对对干净一点点 好吧你反正打一碗试试看 好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凉拌哪个好 到时候我们打完之后 然后再拿过来再看一下 煤笔没有什么关系 唯一的一个煤笔 我会觉得是不是这样感觉更好 我想要说这个中间的这个隔的是金色 就是两条边是金色 因为就是不太明显它从哪里拔 你知道他们从就是原头 工厂的原头的产品拿过来 他们那没变 我也是听听他们家的美丽 最好用 我还蛮享受这种感觉的 如果你不要给我工作 我也会很累的 有点过年 那时候是整个电商都休息 然后筷子都停了 我带我们家人出去旅游 我知道你去泰国嘛 对 然后待了第四天我不行了 我觉得我要疯了 我要直播了 然后我就在酒店里把手机架起来 开始直播了 然后我就是直接拍我在吃饭 我就说我现在在哪个地方吃饭 我这种很好吃 我还是普通的种草 不断地去跟他们聊我最近发生一些好玩的事情 和分享一些好玩的东西 好玩的点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没办法可以改变掉的东西 和抛弃掉的东西 你会渴望休息的那一天吗 不不不 我跟你说我休息就相当于没有休息 因为我下午还是要来公司要开很多的会 然后我休息他们也会帮我排满 排摄啊或者之类的 我真的没有休息 就是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工作而已 只是不是在直播间 直播间休息了而已 你知道一方面我会觉得好可怕 但同时没办法 没办法 就是所有的人就在最爆红的很长一段时间 你一定要把握住 你一定要给到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和把握住 对 可能要抛弃掉很多你休息的时间去做 必须的 每个明星都是这样子的 对 他们也是一天可能要去好几个城市呢 我还只用在上海在一个室内待着 你要知道有很多人渴望有这样 像你累得不行的这种状态 这意味着有很多的机会跟舞台 我希望年前都是想要自己累得不行 要不然真的太浪费了 你以后回想起来 你觉得别人都会有累得不行的东西 要跟你分享的时候 你没有的时候 就会觉得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 嗯 像你每年你有多少业绩的要求指标吗 有 这个是你给你自己定的还是公司 我们一起定的吧 我们就看去年的业绩定的 比如说去年我就说有一个数字 然后今年你要要求自己 或者团队要求你翻 十倍 好狠啊 我想说两倍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想说百分之五十 我们是直接加一个零 好狠啊 其实我们每周其实还会有周会 然后包括每个月有月会 然后有季度会 有年度会议 这都是要来盘生意的一个会议 那这个十倍是历来都是这样的 不是 就是你们这行业顶流的一个规矩还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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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 那你基于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基于的这个理由就是我的粉丝增长速度 包括我们直播间的产品的一些 因为我每天有复盘嘛 就知道今天卖了多少钱 然后我们看这个月怎么样增长 然后我们再盘这个数字 大概我们还可以 会做哪几个项目 会让我的比如说粉丝越来越多 消费者越来越多 或者是我们可以卖的更好 然后包括接下来的618 九九大粗 双11 双12年 霍杰 我们盘了一些这样的所有东西 要把它拆分到每一天 我可以卖多少钱 我们算出来大概是这个数字 OK 要达到你这个数字 你必须要这一年做至少多少场直播 要保持到280场吧至少 那这个数字其实比你以前 就最狠的那些 但稍微好一点点 好一点点 稍微人性化一点点对你来说 因为以前是没有粉丝观看 很没有人观看 所以哪怕你播十个小时 你还不如用今天的五分钟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们会 现在是花最少的时间 因为我也不想要所有女生 天天跟着我这么晚 因为她们有自己的生活 跟自己的家人要陪伴 所以我会想要花最少的时间 产出更多的价值 这是李佳琪应该做的事情 以前大家会觉得说 李佳琪这播间像看综艺一样 就每天有很多的笑话 或者是那种梗 或者是那种好玩的东西出来 我还会保留这个点 但是我可能会把这个东西 拿少一部分 但是我们会更专业做的东西是 所有后面的东西 选品 后台 然后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幕后的工作 把这个做到最极致之后 你上来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给大家最好的信息 而不是去浪费时间 要不要再给我一个表格 给鲁玉姐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打分 因为我们这个是表格 然后我们每次选产品之后 就会用不同的维度去打分 然后最后每个人的表格汇总起来 然后分数最高的 我们就可能会进入下一轮 然后分数比较大一定的 我们可能会再下来 这个专制选择障碍症 所以你会很纠结今天 因为我们要根据不同的人的口味 因为他们都来自 从中国的东西 南北都有 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口味 来打口味分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零食 就是大家每个人的口味 必要都觉得它好吃或者不好吃 是 好吧 那我们开始吧 我先来说今天的第一个产品 是墨鱼汁面 下一个大汁 这个是坦饼家的一个牌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是光明的一个乳制品 这个的话它是清烙乳 然后它会送一包鸭舌 买酸奶送鸭舌有点不太搭吧 鸭舌就是我们直播间也卖得很好 然后大家也很喜欢吃 这争取到来得利一点 是 但是如果第一次进来看我直播间 买零食的粉丝会觉得很奇怪 我买酸奶为什么会送我鸭舌 我买酸奶就是我只想买酸奶这个东西 你送我一个什么 冻干酸奶块我还可以接受送一包给我 这还有点搭 或者你送我一个什么杯子也可以 但是送鸭舌就真的太奇怪了 行 我再去跟他谈一下其他的增品吧 可能你觉得鸭舌的价值感比较高 但是它的贴合度不高 好的 我再去跟他谈一下 然后酸奶的价格的话 平均一杯是6块2毛4 我们是16杯 对 29 就优惠了50杯 这下卖多少钱一杯 他们最低一家做过是109块9 价格还可以 让他再重新谈价格 然后加这么多水 是的 如果他不送鸭舌的话 我可以接受 那我再减15块钱 所以7块钱一包也是要的吧 对吧 我去聊 我去聊 如果他就是价格不能再低了 但是要送别的东西的话 那就重新再选真品 好的 好的 行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大果粒 他们家也是一个非常久的品牌 又健康又减肥 66块9两包 再送一包13块钱的薯条 两包可以吗 这个送两包吗 你知道大部分牌看这样很难看到 试一下了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好的 还有 他的供货快不快 517钱可以给你10万 好 可以 把正品弹下来 好的 可以上林时节 这么敢吗 如果可以的话 幸福来的很难 幸福来的很不容易 正品可以的话 我可以 大颗粒麦片来了 66块9毛钱两袋 你跟你说这个很高级的 我们会再送我们的五包 我们的燕麦片给大家 再送五包燕麦片给大家 好了 我们来吧 美妆做的 我先让你介绍一下 今天选民会的材料组成 好 实际上我们已经参加二为原则 那三是比较专业的 在美妆做了很多年 比如说是有对工厂的 对原料的 表现成分 原料价格 然后两位的观众评审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内容的部分的话 他会做很多美妆的测评 会看很多的国际趋势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专门做美妆 他采购这一块的 也比较了解这种美妆的海面 和美妆的价格 所以基本上也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客观和专业的一个构成 好 开始了 第一个产品 是Trilogy的玫瑰果保湿面膜 是 这个面膜你可以使用一下 是遮离质地的 然后它是有60毫升 然后它的主要的成分 是玫瑰果油加奥辛的麦露塔蜂蜜 是 对 然后它的主要功效呢 这个一滴油等于五肌精华 它是以精油为底 是有深层修复你肌肤 然后修复你皱印的功能 然后直播间我们的那个利益点是128元 但是送一个20毫升 它们家的明星产品 正装的玫瑰果油 然后就相当于直播间的耳朵加4.6只 你看到这个面膜 我可能会想到 直播间出现过的这种 这利益的面膜就是Farmacy了 是 所以我做了一个对比 我觉得你拿出来的对比的面膜 其实拿错了 因为这款产品的话 你对比Farmacy只是一个成分的对比 就是风胶跟Tamerica蜂蜜 对 那它们两个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其实你应该对比的面膜是什么 是Fresh的玫瑰面膜 这个对比才是更准确的一个对比 我们要看它们两个区别是什么 然后它们的成分有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它直接对标的是玫瑰果的一个保湿面膜 对吧 我听你介绍 我会觉得这款产品很厉害 它上面只有6000个库存 下次什么时候到货 它可以到多少货 它背货只有大概10天左右 就可以去Coin 搞清楚它的下次到货时间 好 然后到多少货 好吗 下面一个 它有三种名字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在直播间的活动 页面价是429 我们当初价是289 很便宜 但是比我在泰国买都便宜 泰国是387我确认过 是 你知道这个品牌我是为了它 我让我的所有同事连下我们家的这个店铺 我就起码联系了一年以上的时间 去年开始联系 就第一次做直播 人家那个工厂一年能生产多少 就是可能就生产力更不上 全部都给 对 它可是基本上全部都给我 可以的 这个没问题 这个我待会下个蛋 下一个是小莲之药美白蛋班 我会怀疑它有没有去搬的效果 但是有它的那个大帽的是已经拿下了美白特征 美白特征的 这么厉害 但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不能说它是美白特征的重品 对 因为它是跨境的 我们就找大帽的 因为这样广告法不会出错 对 我们现在在直播的时候 如果没有美白特征的重品 就是不能说美白蛋班的 会说了就被罚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家店是海外进口的 就是海外直接过来 跨境的 所以就可以 不可以 因为一般大帽的货才可以 英国出国被案的 对 它们三个是负责我 就是直播间美妆的 哦 得力干将 它们三个 接下来就是选品的三个人 它们三个招的美妆超厉害 哇 日本曼丹的妞儿面膜 是泰国的品牌Spy Arum的 抹沙膏 跟大家说一下 又天蓝的这个面膜吧 还有这个 汪漫博士的美白精华 橘朵的新系列 最后的就是 是一个日本的 脸毛达底膏 然后就是化妆棉 它店铺现在 目前是卖了69.9 我们直播间是54.9 那49.9 不可以 好 我知道你应该差不多 把这个压到 因为这个都弹了很久了 那它们对于商家来说 它们就是魔鬼 因为它们每天压价格 压到商家都快吐血了 那你对于它们来说呢 它是我们的魔鬼 所以这里面的主要成分 是什么东西 什么精油 没有赠品吗 它不能单品卖吗 单品做不到这么低的价格 这个价格也没有很便宜 再减5块钱吧 再减10块 再减20 虽然这个是你日常直播的价 但是其实你这个价 已经是他们全年最低的价格了 来 给我试一下 它这个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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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这个非常快 那这个我直播的时候 谢谢嘴巴 我先体验一下 因为它这个礼拜 是含果酸嘛 我之前用那个 20%的果酸 特别痛 痛到我整个就不行 就流眼泪在家里 因为就想到我们已经 真的交流了很久 很多次了 而且一直在纠结 可播可不播 对 是吧 那我们就这样子 我们就是试一场直播 然后我们看粉丝的反馈 对 第一个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一定会说它只适合于 用在闭口粉丝 和黑头白头的地方 这地方就是 不太肌肤敏感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我会跟 就粉丝说到 用了这款产品的时候 可能会有微微的一些 刺痛的感觉 但是属于这场情况 好 那这个再去找一找 好吧 我们先过 我们去查一下那个 后面的东西 我们去查一下吧 好 好不好 这个先放 我们先查一下它的背景 我觉得这个没有 什么很大的亮点 我最近不会播大号 这么厉害 那很好 好 这个没任何问题 这个太厉害了 太划算了 好 把这个换掉 这品更划算 非常划算 可以播 我觉得这点不容易就是 比如说你是演员 歌手 那你也会有一个团队 但是你其实基本上 只要负责我自己 我把我歌唱好 戏演好 但你现在其实不是 我是要整个所有的人 所有的 包括所有的品牌 上游 下游 一切 你都要负责 包括所有看不到的那些同事 都需要对这个直播间负责 所以你的最后的水准 其实是由所有人的 平均的水准来决定 这点我就想想 因为有时候管自己容易 但是管别人 管别人不行 所以我就希望他们 可以自己做到 所以刚刚我在跟他们 说所有的话的时候 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做到 而且我也希望 我的招商可以做到的一点 就是他成为李佳琪 来选这个产品 是怎么选 而不是说他只是一个 中间传递的工作 和传递者 这个是我不希望的 我希望的是所有人 在我这里工作一年半年 他们的选品能力 跟他们看产品的能力 是有提高的 所以你现在做这个工作 虽然是个新的工作 可能大家还没有总结 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人才适合做这个工作 但如果从你来总结的话 你基本上需要天生 就具备一种超强的渴望 和善于跟别人去分享的能力 这是第一个能力 第二个能力 我觉得是做直播难不难 不难 因为你比起要把腿掰到这儿 那简单轻松多了 如果比起舞蹈家 我觉得直播的工作太简单了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你天生要具有分享的能力 第二个就是你真的 要抛弃很多东西 来做直播这个东西 而且你还要像明信一样 可以忍受到 助别人对你的评价 其实我觉得主播这个行业 真的包含了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的工作职责 和工作那种状态 和带来给你的一些 就是你需要 hold住它的东西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直播是什么 坚持 如果没有坚持 就没有李佳琪 对 我觉得坚持很重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我也会说 我今天不想播了 你知道我老板从来不逼我的 他们今天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 佳琪休息吧 我从来不会跟他们提出 我要休息了 如果我是你周围的团队的人 我也会这么劝你 是 因为如果现在到你这个阶段 你还每天这样 是像上满了弦一样去做 其实反而不可持续发展 我觉得第一个 可以给我动力的就是 我还是说心里话 就是我真的说那种太假了 我直播的话就会有很好的收入 第二个我觉得是 我经常看到的一句话 就是我不直播的时候 我的那些粉丝 或者是我那些消费者 他们会在我的微博下留言说 没有佳琪第一网我好无聊 没有佳琪第一网 我就感觉我搞卫生 都觉得很无聊 没有动力 或者是没有佳琪第一网 我觉得我连写论文 都没有什么动力 你知道我觉得我最感动 而且我会觉得我 如果没有了直播 我会比较难过的一个点是什么 是他们说过一句话说 佳琪 其实有的时候我来你直播间 不是买东西的 她说我来你直播间 把你直播间打开 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面 我在搞卫生的时候 我想用声音陪我 就是获得一种陪伴 都市的人很孤独的 对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账户太让我感动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卖货 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 赚钱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可以帮到好多人 我这心里会这样想 就是一个人 他突然一下子 就是面对巨大的那个名利的时候 是 因为在年轻的时候 会有一段时间可能或长或短 是 就人家会有一点飘 嗯 我飘过 飘过 你飘的那个反应状态是什么 就是觉得自己特厉害 特别扭 但是那时候只是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吧 我可能跟别人 谈性格格 我跟同事说话的状态 都完全变了 那时候我是感觉到自己变了 那时候我还好把自己拉回来 过于早把自己拉回来 这个太清醒了 对 我不能让自己很飘 因为其实你年纪很轻 嗯 你92年了 28岁嘛 就按道理说 如果没有这样 这么大的成名的 这种速度的话 你应该现在还是一个 比较小孩子的一个人 是的 但是的确人突然的成名之后 他就会迅速地成长 我觉得做我这个工作 或者做我们这个行业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 我一直把两个字 放在心里面 就良心 嗯 我这个事情要不要凭良心做 我选择了凭良心做 比如说我想赚很多钱 如果我是抱着赚钱的目的 去做这个工作的话 我可以每天不用拨这么久 我每天两个小时就够了 我觉得是这样 而且我也想跟所有 就是现在正在火候的事 正在经历这种阶段的人 就是不是说提醒嘛 就是告诫 或者是说 把我的经验非常给大家 也好就是我希望 就是你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摸着自己的良心说的 或者是摸着自己良心做的 而不要是因为 让自己生活变好 或者觉得你这个行业 走不远的 或者觉得你这个事情 就是赶快先捞一笔再说 我就捞一笔再说 这件事情 永远不会成为一个 很持续的事情 所以我会说 我在我这个阶段 我一定还是要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到 我觉得我最后一天 就是我一定会把它坚持做到最后一天 哪怕我可能没有这么火了 因为有种 每个人到这儿的时候 一定会下来的 这种模式是一个新的模式 所以大家现在很追捧 但这个模式可能真的 过了两年之后 大家都会有一点点不太喜欢 所以我的峰值绝对 会是往下掉的 是这样的 你的峰值掉 那全部的峰值都在掉 但你依然在头部 你知道很多时候 峰值不是自己跟自己比 你要跟别的人在比 我是跟自己跟自己比的 我真的从来不敢 不是不把别人放到眼里 我就是不喜欢跟别人比较东西 我真的不喜欢跟别人比较东西 我如果要比的话 那就不是现在的李佳琪了 真的 所以我会 这几年 我还是会做这件事情 就是哪怕可能身体受不了 我可能品质会减少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会 一直出现在萤幕前面 跟大家推荐产品 只要有人还信得过我 会觉得李佳琪东西很好用的话 但是我还是要输出不同的内容了 我一定要输出内容了 我三年直播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再急需地去 把我的内容改变 把我的直播的形式要改变 我要给大家不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比如今年或者明年开始 你会有一些不同的动作 是 我想要让大家 觉得李佳琪是在进步的 那我觉得基本上 今年 明年开始 你在直播方面 其实会慢慢的频率 会比以前要减低了一点 会 但是肯定还是 会以直播围绕中心 来展开其他的工作 我绝对不会抛弃直播 和把这个事情放松掉 我的直播间 只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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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的紧密 而且越来越来越来越负责而合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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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好 很专业 这个是我一定不会放掉的 因为我放掉的东西 相当于把我自己放掉了 因为我生于直播 我活也是因为直播 大家喜欢我也是因为在直播间 但直播的确不可能是一个 做一辈子的事情 对 所以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就所有 现在准备进这个行业 我都已经进了三年了 现在进了第四年了 你们也要考虑的问题 就是你有多久的时间 可以给自己准备 去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我就问具体的 你还给自己多少时间 直播吗 对 直播三年左右吧 再有三年 我会在这三年里面 我不断地去推出新内容 和不断地去改变我直播的形式 可能以后不是直播 可能以后是我会做一档综艺 但那个综艺也是因为直播 可以带货或者怎么样 对我可能会有无数的畅想 这是我刚刚突然蹦出来的想法 对我可能会有无数的 改变李佳琪直播间的方法 但是李佳琪直播间 六个字绝对不会改变 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 但这六个字绝对不会改变 其实现在应该已经就是开始 你一边在做你的工作 一边就像我未来事业的这个规划 然后我会再调节这边 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 属于全世界的中国顶级品牌 我的梦想就是要把我的品牌 或者是我帮一个品牌 把它放在所有的一线商场的一楼 跟所有的大牌放在一起 你只做一个品牌 还是就不仅仅是个品牌 是一个对于人是一种 时尚的一种引领者 生活的一种引领者 就是我有两个想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 我想做中国斯芙兰 就是像佳琪严选 或者佳琪清选 就是所有品牌 都会在我的一个商场里面 或者在我的一个店里面 全部都呈现出来 这是中国斯芙兰 我想要做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我想要做 一个属于中国的 就是不叫李佳琪 这个品牌 就叫我可能会帮他想个名字 但那个品牌是影响全世界的 对 现在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个能力 去做出来一个品牌 那是我 就是现在我心目当中 可能是我想要让花锡子 或者是完美日记 这些品牌 我对他们的认知的目标 和我对他们的要求的目标 往前面去走 我跟花锡子老板说了一句话 就在去年的时候就说了 那个时候花锡子 还没有这么有名 我说老板 我说你现在最第一个 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开线下提点店 第二个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请在乡西利大街 给我开一架花锡子出来 我要让就是外国有人看一下 中国的品牌 你到底有多么的厉害 而且我会觉得 他们拿到花锡子 雕花孔的时候 肯定会惊呼 就是Oh my god 他们绝对会说这句话 所以这是你的梦想 这是我的最终梦想吧 你的这个梦想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直播一年之后我就有了 你说人这一生的梦想 其实很多时候 是一点点变化的 对 就人的那个小小的野心 是一点点变大的 是是是是是是是 就是很多记者之前采访我说 佳琪你有没有一个目标 或者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真的 我去年双十一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 直播开始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李佳佳 那我们今天的同时播 要开始了 我是口红一哥 我是口红大哥 今天给大家听见一看播 那今天要给大家来听 那我们一支口红是来一支 我手上的这一支 首先我要我的手臂 再给大家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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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中法度飞 我自己看得越开越快 再一支个猫 挑战直白 就是以前我真的是 没有理想没有目标的人 就是我可能只是想要 做出这个品牌 就是我唯一的一个想法 我的小的目标 就是我每天把直播做好 这就是我的目标 这是我的目标 这是我的理想 所以很多人都说不可能 李佳琪你就想要做很多的事 但是你不会在媒体面前说 我是真的没有目标跟没有理想 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有目标 我连今天的事情做不好 为什么要想以后的事情 就是我会觉得 这是一个矛盾的东西 就是我不需要朝着 我的目标去走 因为那不一定是我最后 会到的地方 但是我把每天眼前的事情 做好了之后 而且我可以在每天的事情 做好了之后有进步 我的目标它自然会来的 而且来的时候 那个大目标 来的时候你可以抱住它 如果我以前经常会想起想吧 然后我刚刚火了半年 我就开始做美妆品牌 那做出来的产品 你不一定可以被大家认可 是口红衣歌做出来的口红 或者不是口红衣歌 做出来的美妆品牌 因为他们已经把我 拉到这个地方了 如果我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他们会非常失望 所以我到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再高一点点 我要做出这样的东西 才对得起 所有人叫我是口红衣歌 所有人来看我直播 所有人喜欢我这么多年 买我推荐的产品 这才是我觉得对得起 他们的一个方向 我想不仅是他可能 头部主播们 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 算是转型吧 你会有很多的需要你去思考 让你分神 分心的那个事情出现 到最后 主观客观都决定 你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每天只专注的直播 团队可能也会让你 需要你做更多的拓展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 你早晚都需要考虑 就我未来做一些什么 那我想佳琪是做美妆开始的 那在美妆领域生根 我觉得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那只不过他可能想的 会更大一点 那我觉得也差不多 中国到了这个时候 该有一个中国企业 或者有一代中国人 让中国出一个 能够在世界上 特别响当当的一个 我们自己的品牌 我每天要面对的是 无数个顾客 所以我已经把 无数个顾客的信息 收起到脑袋里面了 你想要复制一个李佳琪 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我做主播 真的抛弃了特别多的东西 这三个产品不用你几波 然后这两个产品 我就会随时在画面插进去 好不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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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加点过 再加三万好不好 它这里面的话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 销魂土豆泥 把我们的饭跟面加一下 来 我们现在说我们的操盘事故 谁 出镜当中出现两个小问题 如果我会就说 今天我们给大家添 这杯水怎么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叫产品的话 我相信绝大多数 人十分钟就想睡觉了 这杯水 我跟你们说真的超厉害的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你现在就影响 最后一场直播的问题了 我不会跟他们说 是我最后一场直播了 我直接会 就是不完最后一场直播 我就 没了 因为我不太敢能面对 感谢新浪娱乐新浪微博 网易娱乐网易新闻 凤凰网娱乐搜狐娱乐 看这里